奈弗提起出身不祥 可能是邻国的公主 也可能是埃及皇室的成员 他和埃赫纳吞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都只有十几岁 两小无猜 随后一路支持和辅助法老 开展了史务前例的宗教改革 在许多的庙宇和壁画上 都留下奈弗提起的身影 他与法老平起平坐 不仅仅是作为王后 更是作为与法老对等的统治者 共同摄政 下面这张壁画就可以看到 夫妻两个人各自驾了一辆战车 并驾齐驱 还有一些他和法老驾车比赛的场景 这些都说明了 当时奈弗提起的权力地位 绝对不止只有王后这么简单 在法老死后 他很可能就接任了王位 但是没有过多久 大概在奈弗提起30岁左右的时候 他突然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原因嘛 不知道猜想是病故或者是政治谋杀 也可能他没死就被逐出了皇宫 毕竟宗教改革树立了很多的敌人 他和埃赫纳托有几个女儿 但是并没有儿子 所以后来继位的是埃赫纳托 与另一个妃子的儿子 图堂卡蒙 其实图堂卡蒙不一定是埃赫纳托的儿子 也可能是侄子 如果是儿子 图堂卡蒙的亲妈 可能是埃赫纳托的亲妹妹 古埃及近期结婚嘛 也不是一个两个 几千年前的宫廷历史至今还没有定论 图堂卡蒙少年继位 得到他宰相阿伊和大将军霍朗赫布的辅佐 他在位的时候 在阿蒙神祭司们的压力之下 结束了他把埃赫纳托提出的积极的宗教改革 将古埃及神灵崇拜又拉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迁都回了迪比斯 但是他18岁就死了 之所以那么出名 就是因为他目的选的好 太隐蔽了 在真实发展之前都没有被盗过 图堂卡蒙林木的入口 是在1922年英国的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现的 霍华德卡特在伦敦出生 他的兄弟姐妹众多 他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 从小家里面比较贫困 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 好在他爸画画好 他继承了他爸的天分 在他17岁的时候 得到了一份埃及文物挖掘现场素描的工作 从此他就开始了与埃及的布解支援 在埃及工作早期 他遇到了不少著名的考古学家 而乳木染也为他将来开展考古工作 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后来他遇到了金主卡纳峰伯爵 他投资了卡特对埃及帝王谷的发掘 不过开始的时候也不怎么顺利 盗墓贼几乎洗劫了所有帝王谷的亡灵 人们很难再找到没有被偷盗的牧师了 几年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收获 1922年的夏天 由于之前投资都打了水漂 伯爵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急于停止考古工作 卡特是当时唯一一个认为图堂卡蒙木就在帝王谷 并且还没有被盗过的人 他对这个牧师的关注已经长到了数年时间 所以卡特的决定一定要继续下去 哪怕是自己花钱也要继续发掘 卡纳峰伯爵呢 可能是被他的执着给打动了吧 就同意再支持他最后一个季度 精神所至经之为开 在11月中旬的某天早上 卡特就发现了一条16个台阶的地下通道 几天之后呢 卡特和伯爵一群人就一起开启了通道的顶盖 图特卡蒙的墓在几千年之后才重建了天日 墓中的随葬品十分的丰富 除了墓室之外 所有的地方都放了家具 西米乡霞等各种器物 每件器物都用金银珠宝装饰 奇珍异宝不计其数 而自从人们发现他的坟墓 找到他的木乃伊的时候 就对他的死产生了各种的猜想 早在1925年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在图特卡蒙的左脸上 有一块身上的痕迹 看起来很像是疤痕 1968年的时候 又对他的头骨进行了X光的检测 发现他的头骨后面有一块移动的骨头碎片 这就说明了 他的后脑勺被人中击过 也就是说 他可能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被人谋杀的 那么问题来了 谁杀的呢 能下手的 无非就是身边几个亲近的人 嫌疑人一 军队的统帅霍朗赫布 古外界的传统是法老都要习武打仗的 随着图特卡蒙一天天长大 收回军权在所难免 于是霍朗赫布担心自己的军权旁落就起了杀心 嫌疑人二 图桑卡蒙的王后安卡珊纳曼 这个王后既是前法老埃赫纳吞的女儿 也是他的妃子 这个关系有点乱了 理一下 安卡珊纳曼是图桑卡蒙的一母姐姐 是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继母 他以前也支持前法老的改革 而图桑卡蒙继位之后呢 不是废除了改革吗 所以王后对此不满就杀了他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儿 下次见